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机场上个月22号发生恐袭爆炸案 比利时警方事后透过了B6电视画面 鉴定了几名嫌犯 包括身穿白色上衣 头戴帽子的第三名嫌犯阿布里尼 经过多天的追查 比利时检方9号傍晚确认 已经在前一天逮捕了阿布里尼 嫌犯落网后也承认 在策动恐袭之后就离开现场 并将身穿的白色上衣丢弃 帽子转手给了人 阿布里尼是在8号下午 与另外两名嫌犯在布鲁塞尔一个广场落网 随着所有嫌犯都落网后 比利时检察部门也正式以策动恐袭罪名 起诉4名嫌犯 3月22号发生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和欧盟 总部附近地铁站的恐袭事件 一共造成32人死亡 超过300人受伤